放眼望去兽工卵溪溪水暴涨 水势相当汹涌 冲过了桥面 变桥被溪水冲刷 路面被冲毁 根本无法通过 而桥的两端 也被摆上道路封闭的牌子 禁止通行 现在高楼变桥的状况呢 就是整个桥已经被冲断了 那么桥面呢 甚至有部分的裂开崩落 那现在整个桥 当然就是不能通行的 山陀儿脚步放慢 带来的风雨威力却不容小觑 位在花莲玉里的高楼大桥 先前在918强震时被震毁 因此紧急设置了高楼变桥 让居民方便通过 不过敌不过山陀儿 带来的强烈风雨 受过蓝溪溪水暴涨 让变桥又断了 因为这边昨天 溪水暴涨的原因 针对我们海管区的部分 以及中间钢变桥两侧 跟陆体衔接的部分 都有被吸水冲刷掉的状况 受影响的 肯定是住在便桥附近的居民 包含春日 松浦 观音 东风 以及乐河五个里 桥断了之后 最直接影响的 就是松浦和观音里 目前居民只能改走玉里 或是瑞穗大桥 绕路路程多了至少20分钟 而玉里通往赤客山的 重要交通要道也断了 除此之外 位在花莲酌西乡的瓦拉米步道 只见溪水相当猛烈 救援队透过绳索 协助受困民众杜西 索性三个人都没有受伤 成功救援 山陀儿的威力依旧不能轻忽 东森新闻地方中心花莲报道 热血炸裂 勇者无拘 中华队加油 我是蓝蓝 燃烧热血棒成文12场争霸 看东森 我会展示你